炸丸子到底是用面粉还是用淀粉 这都快过年了 还是有很多人搞不清楚 大家好 我是大厨恶斗 作为一名厨师 炸丸子是基本功 常用的炸丸子方法就有十几种 今天给您分享一种 最简单 最容易的炸丸子方法 新手都能一次性成功 炸出的丸子 金黄焦脆 既便饭凉了 也不会回软 首先 我们切几个大葱段 然后用刀拍扁 再准备几块去皮生姜 用刀头拍成粘容 最后加入一小把花椒 我们先做炸丸子用的花椒水 准备一口干净的锅 锅中加入一碗清水 倒入大葱 生姜和花椒 开小火慢慢煮沸 在煮沸的过程中 会逼出花椒 大葱 生姜的香味 炸丸子最好不要直接使用葱姜 容易炸糊 不仅丸子颜色不好看 而且味道会发苦 一般人操作很难把握住火候 水开后再煮五分钟 就立即关火 让水自然的冷却 把它们的香味完全溶于水中 等完全冷却后 我们用漏勺过滤一下 并用手挤出葱姜长鱼的水分 即可得到葱姜花椒水 接下来我们准备两个大馒头 这个馒头越干越好用 隔夜的最好 我们先把馒头撕碎 放入一个饺肉机里面 然后盖上盖子 启动机器 打成馒头碎 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 打好的馒头碎 我们放入一个大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些三肥七瘦的猪肉 我今天选用了后腿肉 加五花肉的组合 先改刀切成小块 然后用双刀剁成肉馅 高切的口感自然会略好一点 如果您怕麻烦的话 也可以用饺肉机 其实差别并不是很明显 剁好的肉馅 我们放入一个大一点的盘中 盘子越大越方便搅拌 我们先倒入馒头末 直接用手抓匀 让馒头末和肉馅 充分的混合在一起 因为馒头是发酵过的 并且蒸熟了 它自带很多微小的气孔 虽然肉眼看不明显 但是它内部却非常蓬松 用它炸丸子 想不酥脆都难 接下来开始调味 我们炒肉馅中 加入一点食用盐 加多少合适呢 大家可以参考我的比例 一斤肉馅放5克盐 两斤肉馅放10克盐 然后加入一点白糖 再加入一点胡椒粉 根据您个人口味 选择性加入 一点食三香或者五香粉 最后单手打入两个鸡蛋 然后用手把它们混合均匀 加入鸡蛋不仅仅可以增加口感 还可以增加肉馅的粘度 翻变成团 抓拌均匀后 我们少量多次的加入葱姜花椒水 加一次就顺时针不停的搅拌 我们要肉馅充分的吸饱葱姜水 并搅打散劲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只有等肉馅充分吸干水分后 才可以再次加入葱姜花椒水 每次加的量都不要太多 请您记住一个原则 丸子想要好吃 千万别加料酒 丸子加了料酒后 下锅后表面迅速定型 内部的料酒就挥发不出来 吃起来有明显的酒味 就不如加葱姜花椒水 吃起来更香更有肉味 那么搅打成什么样才算合格呢 用手直接提起来 可以粘住手 成团缓慢的滑下去 就说明可以了 此时的肉馅已经充分的搅打散劲了 这样砸出的丸子才尽到 只要您按照我的方法 就无需加生粉或者面粉了 如果您看到有其他的教学视频加了的话 那一定是肉馅水加多了 致圆其说的补救方法 如果加了馒头 还加生粉和面粉 那做出来的就不是肉丸了 而是面粉坨子 起锅烧油 油温6升左右 大约160度 具体怎么观察呢 就是拿一根竹筷子插入油中 筷子周围会起很多极具的小泡的时候 就说明油温到了 我们调成最小火 抓起一团肉馅 从虎口挤出 然后用大拇指和食指来回捏几下 就会让肉丸自动滚圆 然后用一个勺子接住 把肉丸直接放入油锅里面 这样就不会溅起油花 从而烫到自己 拿回来的勺子 因为沾上了油 会更加方便把下一个丸子送出去 大家不要担心会烫手 因为速度足够快 勺子上的油也少 回来的时候 勺子最多是温热的 等我们把丸子搓圆后 勺子也就冷了 这才是我们厨师最常用的手法 也是最安全的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下丸子 油锅差不多满了 就不要下了 没一会儿 丸子浮起来 就说明它已经炸熟了 肉丸太多 一锅炸不完 炸了两锅才炸完全部的肉馅 想要丸子酥脆 要分两次炸 第一次炸到丸子表面金黄就可以了 主要是定型和成熟 炸好后捞起来 沥油备用 第二次复炸 我们先用漏勺 把油锅里面的浮沫和油渣 打捞干净 这次复炸 要全程开大火 把油温升起来 复炸的温度为180度左右 就是油面微微冒烟的时候 我们下入丸子 炸个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就可以捞起来了 这一次炸 主要的目的是上色和变得更酥脆 我这里有个表格 是常见食用油的烟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全部炸好后沥油 再倒入盘中 一道金黄酥脆的丸子就炸好了 这种方法做出的丸子 吃起来外酥里嫩 肉味十足 特别好吃 饭凉了都很酥脆 在我们酒店售卖的时候 会放上一碟辣椒油 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只要您把这个丸子学会了 过年的时候录一手 人人宽临是大厨 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点赞收藏 转发给更多的人